對在囚人士又會有什麼作用呢? 以前是想過女生做多 沒有想過男生做得多 以前做事比較粗心 現在因為學校這個課程 比較細心、耐心 懂得每件事都認真對待 態度不同了 從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看法 世界上沒有不勞而莫的事 做事要認真、踏實 以前聲情暴躁的人 通過藝術去糾正它偏差的行為 昔日的江湖人物 由雕刻、小手工和製衣藝術 找到心靈的位置和生命方向 澳門監獄更會每年舉行手工藝品展銷會 讓市民可以看到在囚人士努力的成果 展銷會主要的目的 我們就是想透過這個展銷會 讓社會國家人士更多認識到在囚人士 其實他們有一定的技能 他們有相當多的才華 希望可以直至喚起到社會人士的關注 至少喜歡手工藝的葉老師 將他的興趣帶入女倉區 他說給在囚人士學習不同的手工藝 可以增加他們的自信心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進來之後 其實他們很多人都很失去了信心 他們很怕去面對社會 會覺得別人提不起他們 其實我跟他們說 很多時候都會跟他們說 其實不需要的 你做得到的事 別人是會感受得到的 我其實希望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可以理解到 做事和外面的社會都是一樣 只要你肯用心去做 一定會有人想吃你 無論是做麵粉花、十字獸 還是成衣製作 都需要一步一步地做 欲速則不達 例如麵粉花製作 要將一朵花開成三 當中其實是涉及數學和邏輯 如果一面有偏差 另外兩面就會開不了 做我們的手工 它是要循序漸進 按步就班去做 不可以去急進 正如我所說 做人的道理一樣 是不可以去行差踏錯 或者腳踏實地去做 讓他們可以知道 明白到 世上是沒有免費的 你一定要從一個正途去做 很多人認為 坐牢代表人生從此變為黑白 毫無色彩 但這些在囚人士 行動雖然受到限制 但他們透過手工藝 將彩虹引入了鐵槍入面 透過藝術創作 重新找到人生的目標 現在就讓我們聽聽 由在囚人士演繹的一首歌曲 這一首歌 是由一位息囚 寫給臨別的另一位在囚的朋友 讓我們嘗試透過這一首《明天》 去了解一下他們的心聲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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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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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